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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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人物William Gould 是一名过气的拳手 開了一间自以为很寒风的咖啡馆 转押了这些无知苦意 怪不得最近你盯着我了 这三位都是作战、茶室、总动员的主干 有我们的林德荣 哈啰 大家好 然后还有我们的Jaspers 所以呢今天三位来到现场 先来就是可能说我们先让德荣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呢是最近一个 就是你不是自己自导自演的一套戏 很多人都叫我导演 是吼? 正常来说我从来没有导过 为什么都有人家帮你导? 很多部电影他都不是导演 对啊 就监制而已 从来没有导过 就监制 所以现在如果卸下监制这个身份 只是演员的话 其实差别很大 轻松很多 为什么? 当然你看我还有时间过来做访问 而且在电场只会睡而已 就是还没买位的时候他就是睡觉 这样子没有票房的压力 第一没有票房的压力 第二 这边这个导演听到不会怕咩 你讲演员讲没有票房压力 预料的啦 一定爆吗 预料 这部电影的颜值 温老呗 那那么高啊 温老呗 这种男女主角 加上这种配角 哪里有人看的这种戏 喂 你自己的电影自己算的 哎呦 真的 都是看他了 好看的那些都没有来 好看的比较忙 我们那些比较忙 反正你来要配我们吗 好看都没有用的 所以可能说在那个票房方面 没有这种压力的情况下 有啦 因为始终自己主角嘛 对 的电影 始终每一部电影 从以前开始 两岛的时间不算啊 因为那次算是新加坡的 嗯 那个也不管他 哈哈哈哈 没有 谢谢他 因为没有他带我入行 我就不会拍电影 对对 讲回马来西亚的 从第一部大日子 我们虽然身为演员 那时对于票房都很在乎 对 因为票房不好的话 你就不可能有第二部 嗯 其实那时候 没有人看好了 坦白说 对他就平地胜利 不管是投资方也好 投资方最后要开拍的时候 还跑掉了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啊 最后导演自己出前拍啊 嗯 那导演够胆士啊 因为他用到一个好的主角啊 嗯 果然是会说 哈哈哈 哈哈哈 就就 虽然虽然那个 那个戏对我 票房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很在乎票房 对对对对 每一部都在乎 大家都会很在意 这部也是很在意 因为这 今年听说十几二十部 这个喝水 很多 每一年都是这样多的 嗯 很快的 因为你看到有一半呢 很快就死掉了 希望我们不是其中一半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希望你们可以成功 听过两个星期的 那个试验期 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很可怜的嘛 嗯 所以不容易的话 却会这么容易垮掉 而且这次真的是跨了很多不同的领域嘛 我们有youtuber的 对对 我们也有专门演电影的阿哥 有主持人 有主持人 有喜剧演员 谁谁喜剧演员 随随喜剧演员 喜剧演员 模特儿 所以呢其实如果说戴维有一直在这个演戏方面的 一直去做尝试的话 那伟范可能说也是有隔一段时间了 哎呦可怜哦 因为就是好的剧本可遇不可求 等一下等一下 什么 眼睫毛 来 嘴巴开 对于这个演戏可能比较生疏了一点 基本上我不是一个在演戏部分很专长的人 毕竟我是主持人身份出身的嘛 然后也是因为德荣的关系 所以会接触到电影部分 所以经过德荣之前好多部的磨练之后呢 演技方面稍微的有一点点提升啦 真的 你要他年纪比我小 演我妈妈 那就是一个演技的考验啊 对啊 但是也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说这个角色是非常适合你 非你不可 对不对 因为本人的可塑性很大 你知道吗 哎呦 真的 除了丑角还有什么 什么丑角啊 丑角有不同category的嘛 你讲你自己啊 哈哈哈 这样你要讲他什么category 他这部是老婆的丑角 什么丑 其实我这一部哦 这个喜桃婆是那么多部电影以来 最花心思在打扮 对 化妆服装方面 真的是很花心思的一部 那个造型 还不错耶 其他演员都是随便画就好了 你是最重要的 我那是很花心思的 其他演员随便画都好看 没有 我已经随便画很好看 你怎么画都很难看 但是导演要要求更好看 所以就花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第一次演他老婆 你们在戏当中有没有 就特别有火花的一幕 有啊 有啊 有床戏啊我们 什么 真的有没有床戏 真的 啊 再讲就没有人看了 哈哈哈 你不想看呢 有一天我去看后期 导演说过来看一看这一场戏 我会去到 哎导演 怎么拍Star Wars啊 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Star Wars 我说这个是哪一个星球啊 其实是他的脸的cose up 什么 哈哈哈 很多洞耶 哇 老婆 哎呦 哎呦 完美翻来了 哎呦 这是后制嘛 但是在打片场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时候 就是觉得哇 真的很click的 来来 他有很多话要说的这个 什么很click 真的很click 很有火花 加西啊 加西是你讲啊 他要讲吻戏 你知道吗 嗨我的天啊 怎么吻得下去 没有 你老公OK吗 如果真的有吻戏 卡 因为他是我 因为是他 所以我觉得 嗯他就OK 我老婆更OK啊 哈哈哈 我以前真的 我拍什么戏 我用的女主角 都是美姐来的 都是漂亮的 是 然后这一部 我老婆常常来探班的 这一部 没有来过啊 哈哈哈 从来没有来探班 我觉得奇怪 如果老婆不来 放心 啊 这个 我放心 她也没有来 听说以前是美姐来的 真的 我每一阶都参加其他的吗 是吗 只是没有入围而已啊 哈哈哈 我也是美姐啊 好多阶了 OK 坚持一下 我很坚持 我是美的 开始发美 哈哈哈 美姐 哈哈哈 你这个 其实就是 第一次是以茶室的这个为主嘛 就是这个主题为主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茶室 嗯 跟新加坡的茶室是差很远的对吗 马来西亚的茶室 其实就好像比较local一点 对啊 新加坡都是差我们的啊 哈哈哈 我没有讲 怎么说 哇 什么 巴不叭又是你们的 哈哈哈 啊 鸡饭又是你们的 哎 她讲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从小是最喜欢吃这边的 巴不叭还有鸡饭的 哈哈哈 就是你在新加坡生活了这么多年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啊 就是新加坡的茶室 跟马来西亚的茶室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OK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 在这边的人家来茶室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 就是把这边当作一个聚集的地方 嗯 好好的喝一杯咖啡 然后可以坐上一两个小时 慢慢跟朋友交流 它是一个交流的地方来的 那新加坡 新加坡的咖啡店是讲的 新加坡咖啡店是 你饿了来吃吃了走 就走掉 啊 所以就比较 就是没有聊是非那种啊 没有这样多聊是非啦 是非还是留在门后面聊 哈哈哈 在马来西亚你要听政治啊 啊 你要听那街坊的消息 去咖啡茶室 肯定对了嘛 是哦 所以在这一套戏里面 可能也会带出马来西亚的那种 茶室的那种文化出来 肯定是肯定是 有那个修罗地啊 嗯 然后有鸡抢粉啊 嗯 抹咖啡啊 马来西亚人看到应该就很有那个共鸣哦 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学啊 抹咖啡啊 真的要学啊 真的吗 抹到手也起泡是吗 起泡啊 所以我妈妈开茶是不是多哦 是吗 你先讲怎样的 glorious 你onen 我真的 我记得那个牛奶呢 他们会 草得很大力的 这个坎坎坎 然后拿热水的那个姿势啊 我第一次泡咖啡的时候 vocêêtre control 什么 当然啦 可以 哈哈哈 我以前还没有入洪的时候泡咖啡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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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有上网看一下 他们他们的那个知识 他的次序啊 因为现在的咖啡可能就不用那种 真实的那种布袋 现在的都是用那种就是泡咖啡 你这样放出去那种啊 最传统的是用那种手这样子泡 因为那种旧式的泡咖啡呢 它还要不单要手饰 然后眼光 因为那个咖啡多浓多搞呢 还要靠你的那个眼光那个眼色 是 还要靠那个经验 那杯咖啡的温度 也是会影响到你的咖啡的口味 所以他们的那个咖啡杯呢 都会放在那个热水里面泡着 对对对 OK 有 有有 OK Lulus 可是这个就是茶室总动员 你现在是演员嘛 可是说人家会讲说 这是你的一个转型的那个电影吗 你会这样子认为吗 就可能说从阿平的那个时代到现在 就是从事当演员没有见过 越来越偶像派的意思了 有 没有啦 偶像派 做偶的偶就觉得哇 真的 给他开心 我第一次牺牲我的肥肉 我有看到 我老耶 可以 他都没有想过要把它收下来剪一点点 没有 我记得这部戏的时候 导演说是拍一个咖啡茶坡的戏 不过里面有一点点打啦 一点点打 我说导演来讲清楚先 所以的一点点是讲 打三场罢了 三场罢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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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 导演要减肥吗 不用 兄弟千万不要 不要减肥 就你拍这套媳妇拍到很容易 又不用减肥 但是真的要去打啊 哦 有中了 第一天去练拳就很开玩笑啦 因为那个叫我们拳的那个是 kickboxing的 泰拳的 然后boxing是没有脚的 第一天一直叫我练脚 我又跟他沟通不了哦 我说诶 no kick啊 no kick boxing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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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最后他一直叫我练 练到我有点生气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个spot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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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我就一脚他整个人飞去罢那边 所以第二天是他教练的 他个子很小的 个子很小的 我这种大肥佬 我一个指甲 砰 哎呦 好减哦 我弹去那网那边 对啊 如果说那个10%有在那个tacet里面看得到的话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练得这么辛苦 上台都是给人打 哈哈哈 一直给人打 Tarongo真的很专业 因为我们在台下的时候看 导演的那个shot一直要重打 一直要重打 一直要重打 他完全没有埋怨到 你看到哇 slow mode 那个肥肉 呜呜呜呜呜呜呜 这样的哦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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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因为是减肥最辛苦 最辛苦的已经不用做了 这个应该都还好 那几天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我们连续拍了3天 7十多个小时 都在打 而且是打他里 然后 然后重点是 我们有泰拳 就叫 叫浅士叫我们打拳的师傅 我们有特技人员 我们有多次数 首先 那个 那个特技人员要刺激这一段怎么打 好了 刺激完了 我们知道怎么打了之后 然后叫正式打法的教练上来了 这一拳你这样出的时候 你手要挡这样去 怎样的一个姿势 都交完了两半人之后 还到那个狮子族了 等一下我镜头会在这边 难怪要拍70多个小时 是吗 重点是 我还要回电台上班 嗯 嗯 拍到天亮很赶 我导演 导演剩下半个小时 我要on air 给我多5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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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的血都没有叉就直接回电台 你这样都没有瘦下来啊 越打越整吗 你有没有听过 所以在这一套戏里面 你们两个 可能都会觉得彼此是非常适合这个角色的 那如果是德荣的话 觉得如果今天 那个你的partner不是阿芬的话 就我戏里面的角色老伯不是他 不是他 你觉得应该是谁 你哟 我 我不是 我不是丑角叻 这个是要 你觉得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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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说 他们讲的 他们讲的 所以你不能 如果说不是阿芬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蛮可以的 真的 我们都是美的 你要相信 我们只是演那个角色而已 知道吗 我们carry到的 不要这样 不要被他变 不要被他变 我们有很专业的化妆师 可以把你那么美的那个美号 变成丑了 你放心 西淘婆为什么是丑的 其实他不是丑的 你要配老公吗 你要配老公子吗 你去找不查 我找一个美丽的西淘婆给我看 哇 有啊 西淘婆给我看 不是啊 因为这戏里面是很泼辣的嘛 对不对 还好啦 他第一场下楼梯 你就吓死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种木的建筑物啊 噗噗 它会有灰尘掉下来 对啊 古希腊出现了 真的 这样我不要演这个角色 哈哈哈哈 我不要演这个角色 我有一点在书 那阿芬呢 觉得说 如果不是林德荣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谁 有一个很好的人选 我明年又开电影了 不是你就怎么说选你 不是我 对啊 就是我会选导演 导演啊 导演真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像他这样 没有导演很爱演的 真的 他们演的很好 你是这样 就是在现场教我们的戏的时候 他演的很投入 我很想说 导演不如你来演这个角色 真的 很有效果 哦 所以他本身就很有那种演戏的欲望 对不对 你不认识导演 你以为他选择的 哈哈哈哈 他整天我们演完的时候 他自己在那边 BANG 他以后自己演啊 不许是在偷试呢 诶 诶 他如果他有自己的很多意见的话 会不会很限制你们 就是他会跟你们讲 诶 你会这样演怎样演 导演就是叫我们怎样演啊 是 所以他有时叫一些 一些很好笑的东西啊 真的 而且他会 我们未必可以做到 他会一个人在corner 自己在那边演 哈哈哈哈 他会演了很久 诶不如我们这样再这样啦 哈哈哈哈 他会演一次给你看 你去corner那边示范一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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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Jasper不如我们怎样 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样 所以他会自己演的 他会这样子告诉你 他会在自己的楼梯里面 他常常这样子 他很丑陋 有时我们都收工了啦 灯都熄了啦 他一个人在copy茶坡里面 哈哈哈哈哈哈 在想说什么东西会做得更好 这样子啦 对 所以导演是非常detail 而且他喜感的杰作非常棒 是是是 只要买有林德荣大哥啦 有这么多喜剧演员 吻桃耶 这部戏真的是让你笑到 难怪你在马来西亚的工作 比上海坡掉 哈哈哈哈哈哈 混得来 混得来 还不错 要学会混一下嘛 对不对 那其实好像Jasper这样 就可能说之前 我们在这里的话 也会看到讲说 你比较常是在网上 尤其是在滴青那边嘛 所以滴青那边的那个元素 也会把它带进来这部戏里面 其实在网络上做的一些角色 或者是我之前 比如说在新加坡 创办的一些角色 其实他都是为了一直筹备 一个更大的一个机会 就比如说这个电影 我就可以把比如说 我在滴青 或者我在不同的节目里面 创造不同角色的精神跟元素 放在这个角色里面 所以这个角色你看到的 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啊 哇 把最好的放在这里啦 在新加坡拍阿Boyz2man 他跟我讲 我有拍阿Boyz2man 有面有演吗 哈哈哈 现在他跟我们拍戏 人家就说看到他就 哎 林德龙你有演吗 哎呦 很强你知道吗 很强演啊 就是完全是集合了 就马来西亚很多一线的可能DJ啦 还有表演工作者啦 还有好像我们这种YouTuber啦 歌手啦 全部在里面 是不是其实就是要网罗 所有马来西亚的老中青的这个观众 因为我觉得喝碎电影嘛 都是希望这样子 就是一家大小呢 可以去观赏的一部电影 因为很多时候 看完一部喝碎电影出来 大家的那个气氛要很好 那这部电影肯定的 你出来的那个气氛肯定好的 是啊 吃完晚饭过来看也可以啊 就会回家很少 然后还会去宵夜 宵夜之后再看一点场也可以 是不是有问题 那个感觉非常好 看一下笑笑的感觉非常好 对不对 尤其是新年的时候 那各位有没有觉得说 可能说你们 除了说挑战喜剧的这个种类之外 还想要挑战什么样类型的这个角色 哇你除了喜剧 你还拍过什么剧啊 哎呦 我除了喜剧什么都可以拍啊 这是没有人要找我而已 哈哈哈哈 没有你这样你自己觉得 你还适合喜剧以外的什么 哎呦 你可以拍《Joker》马来西亚版 真的 哎呦 他真的 我很希望各位导演们 还有投资商们 我真的很希望呢 我可以演一部呢 可以上罩我内心挣扎的一部戏 比如说很像德荣哥讲的很对 我很希望每个演员都希望 可以演像《Joker》这样子的一部戏 就比较内念的 不要这样浮夸的 是啊 不然大家只是觉得我会嘻嘻哈哈浮夸啊 对对对对 就要更多在内心系的一个部分 试试有深度一点的 嗯 ok ok 翻灯 我一直很想演 那些年 那些年啊 有有 很久以前那些年吗 就是那个可能穿校服的时候 然后青春 你不想看吗 票房不会大吗 你吗 他穿校服哦各位观众 你们不要看吗 青春情爱片 不一定啦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拍过的电影部分 就是角色的转变蛮大的 然后我希望接下来有机会演的是 不是让大家觉得是丑角的 嗯 ok 就是可能是看到最真实的一面的汇分 然后是 没 是 有戏的 有戏有戏的 我觉得内心戏是比较难挑战的一种 好像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场戏是要哭戏的嘛 哇那个 哭死他了 ok啊你演得很好啊 你也感动到我啊 真的啊 谢谢你 那个真的很难演 我最怕就是演哭戏 哦 这喜剧呢其实很简单 就啊嘀哈 只要那个哽对的话就觉得有好笑的 对 但是要演那个哭戏的话 你要泪水啊 那个情绪啊 上来 那个 那个语调啊 所以要配合得好 并不是说你只留几个眼泪啊 就算是哭戏 但是你讲话的那个情绪 如果不在的话就不算是 对 多有内涵 没有那个真的 那场戏我跟你说真的 我们大家有feel到 他有带领你进去的 大家互相的带领你 真的 那个 然后又压力也是很大的 对 全场的就等你再哭 安静 然后你要再哭 然后那个台词又不能跑 你知道吗 啊 你要接他的台词 他要接我的台词 OK 我自己很简单 我接下来想拍偶像剧 啊 嗯 啊 对咯 那个那些年少女 那个拍偶像剧 偶像剧啊 你是偶像的 爸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F4都有爸爸的吗 哈哈哈哈 那就是偶像剧 那都全部顾而约出来的咩 哈哈哈哈哈哈 就可以拿那个最佳男配角 对啊 绿叶 就偶像剧里面的男配角 这样子的 所以真的是在讲真的哈 真的啊 准备了啊 哦 已经在筹备当中了 帅的美丽的 多的是 对因为你又有那个 但是你又不想自己 淘汰在那个领域哦 所以怎么咩 你不觉得他好像欧巴吗 越来越欧巴 演他老豆 嗯 这个我不敢讲 哈哈哈哈 这个我不敢讲 哈哈哈哈哈哈 偶像的爸爸 嗯 这样他还要有一个 很漂亮的妈妈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四处得正你们听过吗 哈哈哈哈 通常叫四处 那个孩子出来就很帅了 哈哈哈哈 他们听讲 这个仔绿叠翻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不然和妈出去吵咬咬 哈哈哈哈 咱们叫妈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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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这套戏这么热闹的 我们只是大家聊天就已经这么热闹 对啊 你就可以想象到那套戏呢 真的是会非常好笑 非常热闹 而且呢里面主题有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用很 Kale的方式去训练 啊就是德荣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绕在Kale 这个主题上面的时候 我要问每一个人 就你觉得你自己 Kale的怪癖是什么 你自己本身哦 不是戏里面的 你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啊 我真的有一个很Kale的习惯 你说我害怕就是蟑螂啊 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我有一个很Kale的东西呢 我很讨厌走错路 你很讨厌走错路啊 现在还会走错路的没有 全部大家都在用那个导航了 对啊对啊 还会走错路 不管是我的助理也好 我的司机也好 不管是什么 只要他一走错路 我的心情从零 可以飙升到一千 真的啊 火就来了 很大火 这样你会骂你老婆吗 女人很时常走错路 所以他们两个是驾不同车的嘛 哈哈哈哈 他走错路是他的车 难怪啦 我自己走错路 我都会打自己啊 真的啊 因为有时为什么 Turn Left Turn Left 一Turn 哎呦 前面那条啊 重点是因为马来西亚 这样太塞了 你走错路 走错路的那个后果很严重 光好的一面响嘛 柳暗花明又一春 春 哈哈哈哈 春 太深了 不是 这不是这边讲的 不是这样说的 这条春是在哪里的 哇 厉害的小春 你走错路你就转 你就知道了 去到幽浴春那边 哈哈哈哈 幽浴春在哪里 哈哈哈哈 啊 分分 你觉得说 最可乐的怪癖 应该是那种啊 常常有人问我 你要吃什么啊 我就会说 我想要吃好吃 但是不会发胖的 吃大便 哈哈哈哈 真的不会发胖的吗 好吃吗 因为我没有吃过 哈哈哈哈 给你选 大便的巧克力味道 还是巧克力的大便 给你选 有差吗 有 大便可是它是巧克力味道 另外一个是巧克力 可是它是大便的味道 你要选哪一个 你这样这样 哈哈哈哈 好笑 你又选 巧克力可是它味道是大便的 另外它明明就是大便 可是它是巧克力的味道 你吃一个 我选哪一个 两个都很像不对 吃到两个也不对啊 是啊 但还是在吃大便啊 哈哈哈哈 有差吗 那我应该 嗯 有啊 没有 那是选巧克力 可是大便味 因为吃下去不是大便吗 至少它是食物啊 它是巧克力啊 你看它是主持人 但是它也是大便啊 大便味耶 哈哈哈哈 是吗 跟吃大便有分别吗 OK OK 你这个只能有怪典 你选第二个 就是大便 它是巧克力味道 哈哈 应该比较可口 哈哈哈哈哈哈 那是大便咧 你看它样子就像吃大便的啦 那是巧克力的味道啊 然后又会发胖啊 又会发胖 对 又好吃 发胖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好像很重要的嘛 还重要的 不美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真的 已经胖到 不能 我只要健康就OK了 真的肥不肥 没有 你看这种大腿还要讲瘦啊 我跟你的腿不大不叫大腿你知道吗 什么叫大腿就是腿一定要大 所以你接下来新的一年有没有这什么减肥大忌 哇 讲了好多年哦 不好意思再讲 是大便味道的巧克力吗 没有 我常常说它这种腿呢 金森林呢 不用带武器了 什么 真的 它有什么动物来啊 狮子啊 老虎啊 没有它把腿拿出来一般的那个动物 肯定死了几大颗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大腿 难怪你要减肥 是不是他每天这样的讲你 是不是 是 我们认识太子 对 就觉得自己 好 就是跟以前的照片相比之下啦 就是那个尺寸大了几 大了一点 大了一点这样 大了一点 你所谓的一点 是这样的 人家的一点是这样的 他的一点是这样的 所以也是为了健康 希望可以 身体会更健康 所以是运动吗 你有做运动吗 有啊 我每天在做运动 真的是没有计划的 真的 是讲到你啊 真的 我真的要讲减肥 可是好像没有计划的 我一天的工作量二十个小时 还不运动吗 你现在运动 你那种是运动吗 工作 我在台上主持四五个小时不运动吗 怎么运动 你那种嘴巴 应该嘴巴 对啊 很老啊 很累人的 累了 然后就拼命地吃 是 像过去那几天 我们根本就是 然后又瘦啦 又减肥啦 又什么啦 然后瘦了吗 没有 就是 如果要不然会更肥 哈哈哈 过了过了 过了过了 你了 你了 还有还有 快递 我也是跟吃的有一点点关系 哈 我很喜欢吃两种食物 嗯 就是飞机上的食物 还有 PROPS的食物 哦 电厂 免费的食物 你知道 电厂我们拍戏 不是很多食物咯 不管好不好吃 我都会吃 为什么 我很喜欢运免费的吗 好 我很喜欢吃 飞机勒 也是因为它是免费的 不是因为它免费 可是 我很希望 我很想体验 就是在高空上 吃食物的感觉 而且它心情也不一样 因为在飞机上的时候 就肯定要去别的地方 我们要去工作 所以没有人打扰你 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吃东西 这个你要学我了 我们的咖啡茶坡 在高德那边就有几罐饼干 哇 全给它吃光 厉害哦 有一罐 它就每一天都不联系 都都都 这样我觉得 比较配合那个剧情的 一定有人买的 那个 那个 刀具就 特隆哥不要再吃了 真的真的 整罐是充满的 天天都可以吃 所以还蛮广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在我的这个 咖啡的那个 casual那边的那一罐 那一罐花生饼 是越来越少的 因为我们是跳牌的吗 我可以看这一场很多 这一场很少 有refill的嘛 有生意好嘛 卖了然后就refill 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 就三位一起来呼吁一下 就是这个 年初六 大年初六的时候 就会上映了 呼吁一下马来西亚的朋友 就来观看这个 河家共赏的 我们的 作战啦 茶室总动员 那这部戏呢 如果你说作战啦 茶室总动员 它名字是很长的 如果你去买票的时候 你跟他讲 哎 山马柏里都作战啦 茶室总动员啦 他答的 他一定说答的的 OK 你年初六 他一定说答的的 OK 不用紧 连初六就有了 你说 FY啦 COPY DIAM 你跟他讲 或者简单一点 你说 COPY DIAM就可以了 就可以买到票了 希望大家就入场支持我们 这一部由ATF 我们导演 Metline拍出来的 一部很大胆 很大胆的赫穗电影 所谓的大胆呢 就是如果我自己的电影呢 我也不敢这样玩 但是别人的电影随便玩 哈哈哈哈 更加能够 真的真的 哇原来 可以这样玩 也很有压力 真的 多好玩 你 哇 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好玩 除了有这个老拍档之外呢 接下来的其他都是我第一次合作的 对 而且包括了 Muyi Shera Kenny 还有Jasper 他们都是 哎呦 老的也没有讲到 哪个老 Uncle Frankie 那个等于是老的是吗 Steve 我们直接都是老的 哈哈哈哈 还有Cedric 都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 我发现他们 在这个演戏部分呢 真的发挥的很好 大家互相的学习 而且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呢 大家变成了一家人的 真的 所以我觉得 无论小朋友 或者是比较年长的 长辈们呢 这部电影都很适合 有感动 有笑点 当然有带出很正面的讯息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在新年年初六的时候呢 一家大小 开开心心的竞技院 支持我们这部 FYLAGOPITIUM 耶 说好 好热 好 哎 哈哈哈哈 当然这一部呢 哇 大制作是什么跨国的制作吧 有 International 啊 International 所以我真的要感谢导演 不止跨国制作 我们也是跨了很多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我们跨了模特儿嘛 我们是 真的是名模 对对对 我们也有很棒的演员 阿哥搞笑的主持人 模特儿 然后你有YouTuber 嗯 哎 你看这些全部都是笑 还有票房最高的 最佳男主角 Uncle Frankie Uncle Frankie 对不对 没有提到我 因为他是演一个老人痴呆症的 每一场都演得非常好 因为都一直忘记对白 哈哈哈 我老伟负务力好 真的是厉害 但是这一张跟Fraki的体力很好啊 好很多 因为我拍得比较晚的 但是他一点都不累 真的 进步很多 真的 有老人痴呆的都不累 哈哈哈 你也没自己这样子 哈哈 哈哈哈 诩格上面 当然就是我们揣摩角色 我觉得可以靠近自己本身的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那种灵感 哦 我要提一点 就是Jasper这次挑战广东话是吗 是对啊 那一部分真的 你要用心去看 应该要看十遍之后 你才能够到 很多人回去重搭 哈哈哈哈 搂在一起那些远远就死咯 因为一搭去的环境 先不要用大家一起搭 因为新加坡 因为我妈妈是住在JB JB很多人不会讲广东话 我广东话也是好像不公 因为我本身是客家人 然后虽然我 你还怕说广东话吗 我本身是黑家人 我从小小的时候 所以吉隆坡出生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跟我说坎东西的 那你是吉隆坡 对啊 我在这边出事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对稿的第一天 惨咯 我拿那个稿大家都在讲广东话 而且他打稿是粤语了 我都不懂 같i 对它 就是一个粤语法 我地是哪一片地 我地是我们哪一片地 哈哈哈 我的汗流出来 我直接问导演 导演你确定要用我 因为我真的不会讲 哈哈哈 而且我们一面拍 大家一面笑 对 一面engin他就很紧张了 啊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看我的台詞都很短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年初六去看看一下 就是到底這個新加坡人講廣東話 會講成什麼樣子 當然還有就是我們林德榮和惠芬呢 在這個戲當中的這個夫妻的這個佛發 大家在哪裡 好今天非常謝謝三位 謝謝 一定有佛發齁 去著戰吧 就當訓練你擋了 去著戰吧 我們為自己而有勇敢 願我陪你一起去看